很多朋友买回去 都说这个 绳子的这个下面这截有点长 为什么长呢? 这截的话可以保住这个绳子的新鲜 然后你就不要砍 从这里掐一下 掐进去呢 这这里是肉 下面呢都是有点带绳子的 现在我们把自己切一下呢 这是被我掐过的 这里切一下 因为没有这个兜的话 它就这绳子就不新鲜了 到你那里 就会保持很容易坏 对很容易坏 它那个皮 皮也是要保护它的 把这个面面这里削一下 现在这个水开了 我们就要把冬水 冬粉 焯一下水 这样它就不会有那种色味 就容易熟一点 素炒之前呢 也要焯下水 或者是炒烂的 也要焯下水 现在已经开了 好了 先把它捞出来 捞了捞了 捞什么? 神机 你看 好香哦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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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吃完了 大姐过来吃晚饭 你就做一个冬手火锅吧 先把这个排骨弄一下 放点盐 放点盐 奶油 现在我就把酥酥放进去 一起煮 可以酥酥酥酥 越煮就越好吃 再会稳定 通过 起床 起床 上火锅 到下火了 倒点盐 干杯 我注意 下火了 太干杯 烧烤 那去买的行李